各位好,今天来汇报一下 在脑膜夜夜家救助的雪虎 我们已经给了剃毛去重来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可爱爱,尽尽康康 视频发布以后,我们按照承诺里的 尽量帮助爷爷去买走了爷爷家的橙子 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卖橙子 所以就混在一起卖了 夜夜家总共有五万斤左右 目前已经卖掉了三万斤 小光车可自行下单 有需要的才买,没需要的不用管吧 爷爷因为对一只被遗弃口的善良和责任 把我们招惹了过来 而我们的到来对爷爷来说是一个惊喜 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首先,暂时老风无疑的朋友们 来给我建设了干净卖不掉的难题 你们的到来是我的福星 感谢你们 你们在不赚钱的情况下 帮我销售之干 赚钱的情况下 没什么感应 已经亏几多了 在爷爷感谢我们的同时 我们心里也无限感激 爷爷对农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今后,我等完备 将以摊到人家为榜样 把有机农业做大做强 发展家乡 创造辉煌 家庭不要赚 喂 怎么回事 我给你真的变得意